好,我们用虚拟机来录MIT的安装 用光碟开机之后 我们看到几个选项 选第一个选项Live进去 进行安装 那我们用Live开机的时候 它会进入桌面 在桌面的地方会有一个安装程式 那我们现在因为是用虚拟机在装 所以效能会稍微差一些 好,当我们用 ISO来开机之后 选第一个选项 我们会直接进入到我们的桌面选项 在桌面的部分有一个安装EDU 2016 这个是MIT的安装 你可以直接点两下或按右键选择开启 来安装我们的 Livella SMIT的作业系统 第一个选择雨系 然后往下走 我们安装第三方软体 继续走 那因为我现在硬碟是空的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清掉 安装整个EDU作业系统 就可以了 那你也可以选择其他自己来建立分割序 那如果一般使用者就建议你直接整颗硬碟来装就好 立刻安装 然后他会告诉你 他会切 一个 组分割去 另外一个是swap 继续 那安装的时候就大概 比较需要注意到的是这一个 我们在哪里当然选台北 我们第一个是你安装的硬碟在哪里 比较麻烦的是你有其他作业系统的时候 好我们这边选汉语 接下来下一个重要的地方是 你自己建的使用者 叫什么名字 要知道 以免后面你再 再 去问 尤其是密码 尤其是密码 建议你 密码不要忘记 那如果只是电脑上电脑课你可以选择自动登入 如果是一般使用者建议你需要密码才可以登入 这样别人不知道你密码就无法登入 相对的记得 你建的使用者和密码你也要记得 不然后续会造成登入上的问题 安装只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你装在哪里 如果是单一硬碟做单一系统 原则上安装都相当容易 那如果你有两个系统 这个时候你 对于 硬碟的分割具的 配置你就要相当清楚 才不会撞错 以免把 正在使用的一个系统把它移除了 再来一个重点就是 你建立的使用者 的账号 还有密码 我们预设安装第一个使用者 都拥有最高权限 所以这个使用者 请务必一定要记得 你安装的是哪一个 那做到这里 幽默再等个五分钟 系统就要完整的安装完毕了 经过约末三到五分钟的等待 它把档案系统 复制到你的硬碟 然后把开机建立起来 那就会进入安装完成的阶段 安装完成之后你就可以立刻重新启动 这样就完成了 MIT的 EDU 2016 MIT的安装 最后这里是叫你推出光碟 所以我们按下Enter 推出光碟 那重新开机之后你就会看到MIT 按Enter进去 最后就安装完成 所以安装只有 两个地方要特别注意 第一个是你装在哪里 第二个是 你见的使用者的账号还有密码 千万别忘记了 这就是Lina Smith的安装